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看我每天的收视帖子早点收到 或者想看某些资讯 你可以去Patreon支持我 其次我还有一个免费的Facebook private code 如果你觉得我写的东西又想早点看 或者想收多些我的资料 或者我发放的资讯 你可以去Facebook去加入我的 private code 其次有没有再贴近点的事? 有的 就是我会有两个谷 那两个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每日数据分析 每日即使数据分析 中间有很多数据 甚至有时会给大家一些即场的烟石 另外就是每晚我都会有另一个谷 就是其拳盘牢仓位解读 主要是去分析一下每日每大户做的什么策略方向等等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YouTube下面有留言 可以登记 或者有一条链在里面 有问题可以留言 或者PMO 现在正式开始这个星期的每周大使分析 欢迎大家回来 奇拳大叔每周大使分析 今天是2022年8月7日 8月1个星期 开始之前 我是MarcoWaxina 如果你第一次看这条频道的朋友 麻烦请按下订阅 并且按下旁边的小鈴 另外,如果你觉得我这个节目做得好 麻烦请点赞 分享给你新朋友 如果你觉得有任何问题想发问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回答你们 事不宜遲 回到周线 周线来说 已经连跌了六个星期 应该在某程度上 不过这周一支棍 就出了一支长的下影线 我们俗称的香鸡 会不会有点好转呢 我们待会再看 但现在来说 仍然在下跌通道里面 会怎样呢 如果它真的要下跌 我觉得 纯粹用价格行为法则 它是要打一弹的 会不会下星期会打一弹 或者比较高一点 所以打一弹很简单 只要比较高 比较高就行 比较高 我们先说一下数据 这期较高位是2023.59 比上周跌了68.86 低位是1951 6.54 又比上周跌了534.51 全周波幅是768.05 其实不太多 跌了134.35 不过你不要说 全周来说 微升45点 也认为我上周说 这个星期是先低后高的 有预测的 好,周线图 我们看看周线图的 暂时是向下的 上方阻力线是20804.03 下方支持率是1922.14 下周的好淡分界线是1985.57 下周的阻力线图很大 我可以说未来的波幅会越来越大 尤其是8月千万不要看少 暂时来说 仍然在下跌通道里面 但如果要跌得更深 我一定要做一件事 做个反弹 先反弹再落 才可以更加上一层楼 记住 市不是只跌的 也不会只跌的 是中间一定有转折位的 所以大家不要 背着眼睛 外面所有东西都很淡 有加息 有耐能耐险 有内防又有问题 但是淡还淡 市是会淡的 也不会夹你的 好了,大家就小心点 稍后回来说一下日线 稍后见 好,回来日线图 这幅图这星期都用了好几次 这幅图就是我主要用来看波瑞加通道 而且可以看到 中间有一条很明显的下跌通道 这个下跌不是现在开始 已经由6月开始 升升跌跌,升升跌跌地下跌了 看到我圈了两格 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每一次碰到通道底 都有机会要弹的 即使是保力加通道的概念 也会看到底是要弹的 但是弹多少呢? 看看它是否能穿到中族 穿到就会继续向上 有机会点到顶 但是如果穿不到中族 它仍然是弹到中族附近 又回回来 其实7月中试了一次 现在到8月头又试一次 在通道底部 跌穿了 再打上去 再这样 不只是保力加 连里面那条下跌通道也是 跌穿了 再打上去 我说过了 如果它要跌得更深 它就一定要有反弹 彈完再下 但这个反弹究竟完结尾 我相信还有一些力量 但这些力量 究竟会不会落完再上去呢? 因为某程度上 在某些计算上 它是一定要回到206 一次 206之后还有没有呢? 要看看到时候 它如何演绎206这个位置 但是呢 我绝对相信 它将来这个星期 是有机会回到206 但是回到206 不代表4月1回来 就不急衝上去 反而4月1 我觉得它已经有些 向下的压力 下了下来 再上去 我想4月1会下来 未必是4月1会上去 可能是4月1 或是较后时间 才再上去 再说一下数据 本星期的日线来说 我们先看看成交 成交来说 轻微增加了1.953% 平均成交终于过了1000 就是105.2亿 比上星期的平均成交 多了19.25亿 这个星期终于上了1000亿 但是不要太开心 其实这1000亿最主要是 头两天 即是这两天 跌下来大成交 换句话说 上去小成交 即是市场也不太有力上 所以你问我 中线或后期都是向下的 但是他现在有些事情要做 有些目标位要先到 所以他有很大机会 要碰到206 看看这个星期到不到 但到了206之后 大家就要小心 能不能再向上冲 再向上冲不是没有机会的 上面还有一个目标位 但目标位到不到呢? 要视乎他如何去 206这个演绎 因为在拳仓也好 在另一种计算也好 目标都只向206 再上21000 楼上有没有呢? 是有的 不过就不够太多数据 即是没有太多支持 或者支持可以做这件事 之后会不会再下? 我相信之后也是下的 不过问题是 可能下得很快 所以大家要小心 是快跌 或者跌完之后 都很快会升 又或者在下面走也不奇怪 大家到时习目以待 下一个光阴转过 是8月9日下星期二 上星期也有说 我预期下星期是先低后高的 要看日之棍 真的跌下去 接着才冲上来 所以是先低后高的 下星期如何呢? 我觉得下星期 先向上 但之后 下星期尾有机会回落 所以大家要小心 整个星期会回落 都是比较反复的 整个星期会回落 趋势图法则在第四阶段 日线图的趋势图法则 动力指标 只是持平 不太跌 但也不太升 不太够力 下星期日线好淡分界线 就是在2047 2.52 跟周旋有点分别 大家自己小心点 未来的日线会如何呢? 不如我们回头看看 特别日线 回头看 回到特别日线了 下星期来说 恒指有三天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是强的 其指是星期一、星期三是强的 各指是二、三、四强的 上正是星期三、星期五强的 道指到星期尾才有 星期五才强的 S&P500是三、四、五都强的 纳指是卡拉卡拉 一、三、五 小心一点 美股有点短期顶的味道 会不会回一回 才再上去 或者不再上去 见到短期的顶 就由星期五以待 留意星期一的美股分析 再看看Tracer的法则 纳指、角指、科指、上正 四个都是第四阶段 但四个来说 也不是特别差 因为几个技术指标 都是持平的 美股,道指、S&P500、纳指 都是第一阶段 道指和S&P500的技术指标是向上 而纳指的技术指标 还可以说一句强劲向上 所以大家 美股就要看清楚一点 有可能到中期的一个 顶部都不期 但要等一等 看看这个星期是如何 因为见到美股的道指和S&P500 在星期中开始有横行的味道 不足够 看看下星期会如何 这星期暂时差不多 没办法身体抱羊 你看到这段Youtube 其实我录得很辛苦 因为一路剪,一路剪,一路剪 所以很辛苦 所以暂时这星期先说这么多 有些什么呢 留意我收视帖子 在文字上为大家交代 下星期再为大家 每周大使分析 下星期见 拜拜 每周大使每周大使 五千里 都不得 三千里 有融欧 五千里 五千里 五千里